新城財經台舉辦的商場體驗行銷大獎2017 亦都秉承著這個宗旨,繼往開來 希望加入多些新的元素 帶動零售業和旅遊業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商場吸引消費者 最重要的是如何逆地而主 在消費者的角度去想 究竟他們想要些甚麼 究竟香港人在聖誕節消費的模式會是怎樣的 來買給外人和配偶買些甚麼的 24%的人會選擇購買數碼電子產品 所以從這個圖裡看到 其實在手機付款方面 香港真的要急起直追 新城財經台舉辦的香港商場體驗行銷大獎 其實不單止是對商場業界的事 亦是關乎全港的消費者 商場的功能當然是賣物 但若然商場可以演變成一個旅遊景點 也不是說不出奇 給予我